- 重新錄一段 - 重新錄一段 - 重新錄一段 - 我是立夏 - 我是新錄 - 我是今天在場唯一一個沒有宿罪的 - 沒有 我們可以先告訴大家 - 就是今天這集有點 - 情況不對 - 就是我們很久沒有用這個狀態錄音 - 很久嗎? - 因為我們今天... - 因為今天... - 因為我們通常是 - 我們通常是中午下午有空的時候錄音 - 但今天因為我們中午下午沒空 - 但我們又必須錄音 - 所以我們今天約了一個一大早 - 真的是一大早 - 非常非常早 - 我遲到 - 沒事沒關係 - 大家都遲到過 - 那今天我們首先要先祝一個人生日快樂 - 小美琴生日快樂 - 那我們先就來歡迎我們這集的特別來賓 - 我們歡迎 - 沒有啦 - 到底多醉 - 如果今天是要訪小美琴的話 - 你們昨天敢喝成這個要嗎? - 這邊放一下蔡英文進場去好不好 - 可以嗎? - 不一樣好不好 - 那可以放嗎? - 是可以 - 但為什麼? - 大家聽到還是會有期盼啦 - 到的的這個 - 我現在就唱給大家聽 - 要音檔啦 - 我現在就唱給大家聽 - OK好 - 那我們今天就來 - 快速的講一下事實 - 好痛苦 - 沒有我突然在起床 - 又鼠罪要搶眼環蟻想聊天好好笑 - 大家起床 我們應該三個起床都死 - 就是會有一點臭臉的那種樣 - 我不會 - 我不會我還好 - 我沒有起床氣 - 我也沒有起床氣 - 可是起床你知道那個樣子 就是会有一点恍神而已 因为我们现在是笑着 但点是 但应该是你可能会比较不习惯 你应该 比较少宿罪 我们女生很常强颜幻想 你不要说这么 你真的是 注意发言 然后今天早上有一个事情 是那个空中英语杂志的创办人 鸿蒙会 他98岁过世 我们要怎么称他 他是算是牧师吗 还是什么 因为他其实是为了传教的目的 来到台湾的 他是宣教士 对 然后他那时候是先到花莲 然后他就发现说 大家好像很需要学英文 你要跟国际接轨之类的需求 所以就开始创办了那个空中英语杂志 这是我们这一辈 我们这一辈一定都在国高中的时候 有 我高中的时候 有在听早上吧 我记得 他说有实体刊物啊 有 他是有一个猫头鹰还是什么的logo 就是有一个 对对对 应该不是猫头鹰 就是他有一个logo 我小时候看的logo会很 害怕吗 因为我英文只会ABC 对我也是 我到大学毕业中 你会到E 我其实国高中的时候 非常讨厌读这一本杂志 因为我小时候觉得 会看得懂这些都是很厉害的同学 对 然后他们还可以 就是那个绘画 他们都知道怎么讲 那你有跟我一样 一度在心里面抵制吗 就觉得 在心里抵制吗 就看不懂就说我不屑看 可是就还是要花钱买啊 对 那时候就是学校规定还是 希望你会读这个课外读物 我们怎么一直在讲很恨这个 茶池的故事 但总之很谢谢他对台湾的奉献 他算是在台湾 对台湾蛮有贡献的新著名 他去年有拿到护照的 我记得是蔡英文的时候给他的 是护照还是身份证 身份证 是护照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 现在几点来看一下手表 我记得是护照啦 因为护照应该比身份证后面吧 ok ok 对不对 就是严格来说 人家来说 应该是先有拘留证 再身份证再护照嘛 是吧 麦玉珍 对啦台湾护照啦 台湾护 蔡英文是给他台湾护照 ok好 那就是谢谢这位 就是谢谢他 对台湾对台湾很重要的人 那在接下来的话 我们我们已经第几集 到底连续第几集 讲到诈骗这两个字 我们很常讲 讲到柯文哲都讲到诈骗 我那个大标 从来没有删过啊 你知道 你说你always在那个 第二个数位都会放上说 我今天要放诈骗的时事 我跟大家讲 我们的脚本就是 第一个永远是写开场嘛 然后开场就可以支持要讲嘛 但开场就会写一些废话 什么主持人问号啊什么 然后我都坚持要写那个 分享周末近况 明明今天礼拜三 我们还是会写 分享周末近况 对 没有偶尔会加上说什么 分享去泰国的一些事情 怎么帮重新录这个节目下降 下一集 好 ok所以这个诈骗是 谁被诈骗了 还是谁诈骗 他是干嘛的 他是工研院之前那个 知识经济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的主任 他算是高知识分子 高知识背景 然后高射精地位 然后而且他也常在财经的新闻跟时事上面发表一些他个人的看法 他是因为网路交友啦 嗯 然后就是变成那个诈骗集团的帮凶 然后找到奇数 对方跟他借账号 所以他变成那人头账户 对 因为对方就自称是什么单亲妈妈 然后就跟他攀谈 然后两个人就谈恋爱 然后这个杜子诚老师呢他又交出了账户跟密码 好傻 可是不是让我能理解 我觉得那个诈骗人他 我们不能说被诈骗人是本 因为他其实有一些情感上的那个 他一定有一些话术去诱导他 对他也是受害者 他是 诶但就是要 大家要注意说就算无论你今天是有多高的射精地位 或是你什么知识水平有多 诶可以讲水平吗 知识水准 知识水准 射精地位 对有多高的话都有可能会被诈骗 因为前阵子就有一个统计是 竹科很多年轻工程师被诈骗 哦真的哦竹科哦 我觉得大家尤其因为他这个 这种应该算是感情上的诈骗 对我觉得如果只要缺爱啊 寂寞孤单都很容易会有这些事情 真的我真的要小心 你要小心吗 你小心喝酒吧 小心喝酒吧 小心酒精干吧 诈骗真的很可恶 对哦 然后台股也是 哈哈哈哈 诶今天又长回来了啦 对又长回来了 可是因为我不是有那个魔咒嘛 就是之前我不是说我不进场 是因为我每次喜欢什么就会出事 你跟某一个我好像知道的KOL也是一样 然后我要再复述一次 大家记不记得我童年喜欢过谁 就Makio消暑生 那类的 杨森林啊 还有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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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蔡培林啊对 蔡培林比较短 因为我一爱她 她马上作弊被抓 哈哈哈哈 OK 所以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是 被我爱过 对 被你爱过以及摔下神坛 对 然后我前阵子就想说 听朋友的劝 想说可以进场投资一些 就是用一些小 小钱买一些台股 她还跟我们说交 还在群组里面跟我们说应该要怎么买 应该要怎么买 把股票当定额 什么零股塔 然后我买完就想说 绿的是正常的吗 哈哈哈哈 就是我的那个账户页面都是绿的 而且 因为最近有涨嘛 所以她的那个首页是红的 可是因为我当时买在蛮高价 所以她现在就绿的 没关系啦 就跟我政治立场一样 OK啦 谢谢 我们还是要对国家经济有信心 我觉得股市本来就有波动了啦 但大家不要那个 对 我们可以直接先讲一个 我觉得 昨天有周刊爆料 就是我觉得也蛮可恶的东西 谁啊 她算东西吗 她算人 她是东西 是啦 好啦林涛啦 林涛怎么她去美国 很讨厌欸 他们为什么可以去美国 哈哈哈哈 为什么不能去美国 这是外交部举办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她是去旅游还是去 旅游出房吧 她是那个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然后其实蓝绿白三党 三党都有派代表去 然后是外交部所安排的一个行程 那她是在不高兴什么 因为据说她对外交官发脾气 她不高兴的事情很多 想去新加坡洗澡 不行 星巴克 她想去星巴克排长 然后她觉得压缩到逛街的行程 我必须要说我们现在讲这些都是巨暴灾 巨暴灾 因为后来林涛她有出来反驳这整件事情 但是 她也 许巧新也有出来反驳 对 那为什么会干许巧新事情呢 就是她好像有威胁外交人员 就说我 就是回去要跟许巧新告状 许巧新弄你们之类的 就是这之类的 你自己很爱开记者会干嘛找许巧新 许巧新就说她没有 还没有接获林涛的通知 没有接获陈寝 她也没有跟任何的那个外交部的官员 讲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说 呃 这也有可能说的过去啊 就是那个 许巧新你只是没有被她本人通知 她也没通知 但是她真的有威胁 没必 有可能 但这都是巨暴灾 而且她还把外交人员当陪酒的 就是好像一直灌酒 然后就是要对方喝酒 然后后来外交人员就最后就有点委屈的就哭了 这一切都巨暴灾 也巨暴灾 我觉得一直灌人家酒 把人家喝不喝当作对你礼不礼貌这件事情 这个文化真的要灌 林涛她的解释是说她要跟我道歉 为什么 道歉就要喝酒吗 不能好好道歉就好吗 林涛跟你一样还没酒醒啊 我有可能 他为什么要道歉 那个时候 因为就是什么不够行程 对啊 安排不好 你说说要罚几杯这样子 对 然后反正就是后来 因为报 因为报纸这样子 登出来之后 林涛又把这整件事情怪到民进党身上 哦 因为他觉得是 因为他觉得 因为其实有一个争议是他们觉得 为什么 每一党的行程不一样 所以会有落差 然后他们的 林涛的意思是你们一定比较配合民进党的 但其实没有啊 巨暴宅是没有 哦 巨暴宅是没有 我们自己讲多少巨暴宅 因为就现在真的是 可是因为外交部的公务人员 本来就是拼外交他没有分什么 公务人员哪有什么政党之分啊 他就是安排一个行程 鸡酒住宿 然后你去吃 然后去参访什么店 为什么要大小眼神 有必要这样吗 而且我觉得我们 台湾的 尤其是在美国这一批外交官一定都 其实不管在哪一国啦 应该都一定是非常专业的 你会具备一些外交的专业嘛 可是林涛他就算不讲这件事情好了 他回来不是还发了一篇文 在那边夸奖川普 哦 这个就是外交危机啊 对啊他反而才是造成外交危机的人啊 诶这个 我们 我们讲一下他是回来发了什么文 你想得起来吗 挺川普吗 我想不起啊 诶但我们必须讲 寻涛是国民党智库的副执行长 他是酷的哦 智库哦 他哦 智库哦 然后他同时也是桃园市议员 硬要讲桃园 嗯 他反正他就是回来发了一篇 算是支持川普的那个文章 这反而才是因为其实 台湾对于美国的外交立场 一直都是不介入他们 美国的党 对 党派之争 就是我们不选边站 嗯 就是尊重 这个肖美琴之前也有讲过 他说他在做外交事务的时候 他就是要跟两党都很好 然后避免 最重要的是他的工作就是 避免台湾成为政治筹码 因为我们外交是跟国家合作嘛 不是跟政党合作 所以如果两党 美国的两个党有争议的时候 可能会把台湾就是 哦 然后我要保护台湾 然后你不要保护台湾 这反而会变成 对没有错 不是政党立场 所以我们的状态 我们的外交工作是 不管谁当选 或是谁执政 嗯 台湾都不 都是跟美国是好朋友 嗯 对 都要非常小心去处理 任何的语言啊 没错 欸民进党说有一个 之前是覆灭谁的女生 要去美国 哦 那个 杨毅珊 她好可爱 我也觉得她蛮可爱 哈哈哈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 我在新闻看到 好像是林嘉隆之前的幕僚 嗯 杨毅珊 然后她在民进党当复命 她现在要去美国担任什么啊 大特赛 本来是什么 本来就是要去美国 公使 住美公使 我讲三个都讲错 好 我没有办法直接断掉 以后不要早上录音 哈哈哈 如果要早上录 就干脆不要录好了 抱歉 哈哈哈 OK 那林涛讲完之后 我们要来讲 其实这几天 大家最关心的都还是 林玉婷的事情 对 欸IBA真的很扯欸 对 欸我是到上次录音的时候 我才很认真的分辨了一下说 原来IBA是国际拳击总会 然后还有国际奥会 他们的立场是相反的 因为国际奥会才是挺林玉婷的 他们这些选手说 啊他们就是女生 我也没有需要再去讲什么 然后其实他们的立场 一直都蛮一致的 然后反而是IBA 那一天是说什么 要开记者会 因为他们一直对林玉婷 这些选手有一些意见 应该是说林玉婷被大家质疑 她的性别争议 其实就是IBA搞的 对 然后IBA就为此 呃出来开了一场记者会 但是这记者会上面 她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到性别争议 嗯 她有她有她有 她有稍微讲到 可是讲到的内容就是 应该是说你记者会 应该是要提出证据嘛 对啊 可是她没有提到 她都说如果有人要我 如果有人要我 要我证明我的性别 我一定会证明给她看 什么是要怎样 你要怎么偷裤子还是什么 我不懂 因为在一个更远更远的原因是 IBA曾经撤销过林玉婷的 那个奖牌 对 就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个什么 性化的 是 生物的检测 但是其实那个东西很容易不准 也 而且好像也不太算有什么科学 医学上面的根据 但他们IBA就是用这个做文章 然后把林玉婷当时的奖牌撤销掉 所以让国际上一些反跨的人士 一直对林玉婷有一种 她是跨性的质疑 所以延续到这一次的奥运 就像你看JK罗琳啊 或是一些政治人物 川普也是啊 搞得很复杂 可是其实他们又提不出证据 对 一是提不出证据 二是就是在 因为IBA的那个记者会上面 有台湾记者有直接询问他们 就是 如果你在2022年 其实就测到不合的资格 为什么到2023年的市井赛的时候 你才提出来 对 那他们没有对此提问 有正面回答 他们只说 我很尊重中国 中国是我很爱的国家 并且再一次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记者会的目的 对啊 所以他记者会的目的 其实是不断的重申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他开了一个统战记者会 对 他帮他内籍的干爹做宣传 对 我觉得是 他一定有收业配的钱 应该是吧 让他口播稿啊 真的 这个好夸张哦 真的很扯啊 所以现在就是看得出来 IBA的立场就只是 因为他们要挺中 对 而且包括刚刚Synnie 然后林玉婷太强了 要把他搞下来 对啊 或者是只是因为你是台湾选手 因为他其实还有搞另外一个选手嘛 对 可是我觉得关键的是刚刚有讲到 就那个 IBA他的那个 他们当时被国际奥委会指控的是 包括他们的那个 检测数据跟相关的保密医疗 还有很多过程都是有缺陷的 然后也是违反国际规定的 所以其实他们 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乌贼战耶 就是一个没有证据嘛 这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耶 对啊 然后今天我们是不是有看到那个 嗯 那个国际奥会就是有直接说了 如果 IBA 因为现在 IBA还是国际的 那个全总嘛 但是他说已经被撤销 那已经撤销了 他是被撤销 但是假如说没有一个新的组织 可以去统整 拳击这个运动的话 嗯 国际奥委会甚至是有在考虑说 2028年干脆不要办拳击比赛 他好像下届本来就目前没有规划 对不对 因为没有这个单位 对啊 哦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下届意思就是如果 还是没有这个单位出来统整的话 就需要一个好的单位的意思 总之就是这件事情奥委会有抗议啊 然后中华奥会也有抗议啊 嗯 我们中华奥会是有要 请律师去 可能会 不排除要提告 可能会国际跨海提告吗 对啊 可是保留法律追溯权 这句话我的意思不就是不告吗 我只是警告警告你而已 对吧 其实是 那我们中华奥会现在的态度是这样啊 对啊 就是有发律师函给他们啊 然后就说保留法律追溯权 希望大家8月8号要记得替林玉婷加油 那是今天还是明天啊 8月8号 明天 明天啊 今天8月7号小美琴生日 那怎么 明天8月8号是要她比赛 而且是父亲节 那今天怎么有人说是今天 那可能是凌晨吧 是明天没错 明天啊8月8号 上午3点 所以就半夜 我们的台湾选手 加油加油 带志颖跟他们 就是因为有一些团员 我们的国首先回来 有 带志颖今天早上刚回来 还有那个 还有杨勇伟啊 然后还有那个 卢秀燕有去抱他 要讲这个事情 我刚忘记做表情录音是录不到的 哈哈哈 嗨 你也想做Podcast吗 想Fastory 让你的节目轻松上架 轻松实践动态广告支入 建议你的会员订阅制 是分潤更easy 当你自己的sugar daddy or mommy 那今天最后我们要来帮我们一个很友好的组织 来宣传他们最近有一个活动 对 也是 也不是我们很友好的 他们每年都有一个 他应该是我们整个台湾 我们所有同志的友好单位 对 台湾同志的友好单位 就是同志咨询热线 今年成立26年了 哇 26年欸 26年跟我一样大啊 小我两岁而已 我讲话什么意思 可我想要交代一下 就是 我上次说我很漂亮的时候 你是怎么抨击我的 所以我今天就怎么对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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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回报啊 我有给这回应 你还是给负面的 我只是不讲话而已 OK 好了不要吵架 不要吵架 好 我想交代一下 就是成立26年等于是在1998左右 对 然后想要考古一下 就是1998那时候 台湾其实发生过蛮多很荒谬的事情 然后那个背景脉脉其实 你刚才讲的是哪一个事件 常德街吗 对那我想要再交代 就1990年代 在台湾那时候就前沿角木的后期 所以那时候台湾其实社会很危险 包括那个白小燕的撕票案 还有彭万如命案 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 然后在那个社会的背景下 其实警察就被赋予蛮大的权利 所以那时候警察其实都可以乱搞 其实坦白说是这样子 就是在90年代的台湾 你就会扩权嘛 因为大家会觉得我需要警察保护我们 对 那个不是扩权 那是滥权 滥权 就是他会有事无控 我觉得我有很多权利 然后社会也觉得没关系 就是你干嘛去找警察麻烦 而且以前会讲一句话叫警察大人 警察大人 大人 大人 对耶 对以前还会这样讲 现在听起来像在讽刺 对对对对对对 但以前是真的会认真这样讲 然后那个年代其实包括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社会 社会对于治安的需求嘛 其实警察也会 滥权去做很多不好的事情 所以尤其是针对弱势团体 没有错 所以那时候其实有发生过蛮多 警察对同志不当的收补 对待 然后我最印象深刻是1997年 那时候有一个长德街事件 是 就长德街是228的外面 然后我们就想 我们现在如果比较年轻的同志 我们就把228公园 像称Fairy或Fung Arborazo 或是大众酒 大众酒好 人家试问 还有人会去福和桥下吗 不一样 你注意发言 就是我想讲一个野外的地方 我想讲一个 大众酒 OK 大众酒 大众酒 但旁边有福和桥 类似那种感觉 反正他会在那边交朋友 可是 可是28那时候有小警 因为政府其实有戒严的历史 所以晚上会希望大家回家 所以他就会放晚安去 然后关门 对 然后大家就退到那个 台大院前面的常德街 所以那条街就彻底的变成同志 聚集交朋友聊天的地方 对 然后警察就常会去骚扰他们 然后有一次是警察 赫枪远景去把现场的同志都带回去 对 要干嘛 就是威胁说 你再敢在这边待着我就告诉你家人 然后每个都有拍照 因为那个时代是一个 觉得同志很恶心不正常的时代 所以当一群恶心的人聚集在一起 警察就会把他带回去这样子 然后他们都有被拍到拍下照片 然后有提要求拿你们的身份 就是拿你的资料 就像嫌犯一样拍那个资料照 对 然后你以那个脉络下 大家会自然那么差的环境 状态下大家会觉得 就是活该啦被抓 对 大部分不会想太多 然后还有一个是隔年 就是有一个也是在中正区 有一个AG健身房 然后他就是有 也是警察进去 然后把两个 我不忘记是几个 就是因为健身房可能有 伤啊或是三温暖什么 就有客人是围着浴巾 可能在洗澡干嘛 然后警察就要求他们把浴巾解开 然后要他们拍出好像他们正在做什么 猥胁动作的照片 就是做了伪证啦 要干嘛 就是威胁店家你们妨害风化 所以那个店家有被告 然后我记得 那个已故的同志导演陈俊志 有拍过一部纪录片 是在讲这个事情 对 然后大家有 反正这个是 这个年代有很多滥事 然后当时刚刚Lisa问到 就是还是有很多人在关心 就是有一些团体那时候在关心 其中的 不好意思我开个资料 我还记得是以前还会有一个 我们提过有一个谁 是曲美鳳吗 啊 偷拍 他去女同志的夜店 酒吧偷拍嘛 然后有很多这类的事情 然后当时其实蛮依赖NGO团体的协助 然后加上 其实1998年 那个年代还有很多 青少年同志自杀相关的新闻 所以那时候大家很需要有这些帮助人的团体 然后我们刚刚讲到其实有 当时我记得有同志公民行动政线 还有什么教师同盟还有一些 还有同光同志长老教会 对那些团体常常会聚在一起 开记者会跟希望做一些事 然后后来他们决定是 这几个团体有推派代表 去成立了同志咨询热线 就我们现在大家印象的热线 而且他会叫做咨询热线 其实他最主要一开始是 有张老师热线 对 是张老师 有类似这样子 就是接一些同志可能打电话过来 讲他们的烦恼 或者甚至是同志的家长 对 这个很重要 所以刚刚发提到的那个长德街事件是97年 那同志咨询热线是98年 那在成立之后 其实同志咨询热线 确实是陪着我们这一代的同志一起长大 那在从1998年他们成立到现在 其实我们也还经历了很多事情 比方说金金书库的成立啊 嗯 然后还有2000年叶永志的事件 还有金金书库被砸赚快嘛 对 真的很多事情 我觉得热线对我的感 就是给我的第一印象 因为其实我没有使用过热线的服务 可是热线在我 你有参与过热线的活动吧 欸其实没有欸 因为他们其实有一些 我知道目前为止都还会每周有一些 他们有可能 各种各种主别 可能会有什么 老年同志 女同志 对有什么手拉 之类的 各种各式不一样的聚会 就是把这一些可能 比较边缘的同志拉在一起 因为其实 我们现在能看到 都还是比较主流同志的样子 但其实社会上还是有很多 不同样貌的 对不同样貌 不敢出柜 然后或是 对自己没自信 等等 或是正在寻求认同的 年轻学生 有很多讨论工作坊这些的 嗯 以及他们也很常进入校园 去跟一些年轻的学子 去讲 就是去做同志的教育 可能甚至直接请 他们会训练他们的志工 就是重新练本人 去给你们问问题 对 因为你就直接看到吗 因为他们很在乎 现身政治 尤其是第一线的老师 我直接现身给你看 对没有错 其实我也当过 我也曾经当过他们的志工 我你有当过志工 对啊 然后还有他们每年的募款晚会 我也曾经去当过募款小天使 就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一辈的同志来讲 嗯 热线它真的是一个很特别 而且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 嗯 那因为时代的演进 所以 也许 打电话这个业务 已经没有办法满足大家了 所以就像刚刚Lisa讲 他们其实也一直很努力 在处理各种不同的业务 然后发展各种不同的业务 去照顾所有全年龄的同志 不同的需求这样 以及我觉得很感人的是 他们有给我们提供一些资料给我们看嘛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在讲一些教育的工作成果的时候 还有我有看到有一个蛮感人的是 应该是一个网路在告白的节目 然后就是既然能看到说 现在已经会看到小朋友 好像不知道国中生还是高中生 是一个男生对他的学长 啊我记得那个影片 对他的学长告白 那我们小时候想不到 对根本想不到 他已经可以公开跟一个异性恋的学长 嗯 然后虽然他 而且那个学长已经自己有女朋友 嗯 然后虽然失败了 但是学长也不会觉得说 他还是要抱抱他 也不会觉得说 没有人觉得不舒服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 你刚刚讲的那个节目啊 除了是 我们敢跟同性的同学告白之外 还有其他同学的反应 对 这件事情如果在20年前 大家 你跟同性告白 大家一定会噁 诶 其实就像最近的 也包括三年前 那个节目就要一起上学吧 嗯 嗯 我说你刚心里讲到那个 其实也像最近就是 刚打完那个金牌的林洋配 嗯 其实我们在三年前奥运就发现 诶 台湾社会已经改变了 因为我们常会说他们是CP 开玩笑说他们 要刻CP 对原地结婚吧 就是 但我们都知道他们其实有女朋友 然后他们是一起年 可是他们被 这不算玩笑 但是被赋予这种 就是有趣 有趣的对 就变成是在社群上的一个梗 对 我觉得最最明显的是 我们已经不把这件事情当成羞辱了 对 然后他们当事人也没有觉得 啊我不是 怎样讲 觉得你们感情很好 对啊我们感情真的很好 什么什么的 而且你们要原地结婚 还真的可以结婚了 对 因为现在台湾是真的可以结婚了 对 就像这种感觉 然后像 因为我前几天才看到中国人 才刚发展到 他们要取笑林洋配是gay 然后我想 好哦 走这么后面 你们走还蛮慢的 可是他们取笑 取笑别人是要让别人受伤 他们这样取笑 我们不会受伤 对我就想到我们社会是 因为其实 取笑两个男生走很近 是gay算是 然后会有那个伤害性 真的是台湾曾经经历过的事情 像我们刚刚可能讲到 1998年那时候的事情 然后后来现在 现在当然可能还是有 可是我们整体社会是 不会 不会觉得这件事奇怪 包括刚刚讲的那个节目嘛 对 你男生跟男生告白 大家会觉得啊很可爱很棒 嗯 台湾真的是 虽然很漫长 但我们还是很努力 然后走到现在有这样子的成果 真的很感谢每一个人 对 然后以及现在他们 其实很重要的业务 也是在发展说 怎么去做家庭照顾 跟老年同志 这一块 因为他们可能以前陪伴的人 也都渐渐老了 也就是我们这一批啦 也渐渐开始老了 然后会想说那之后 可能要怎么去 规划你自己的老年生活 以及政府的政策 已经足不足够去照顾这些人了 嗯 因为我们想象中老年同志 其实 其实我觉得 时代真的也在进步 因为我们当时 特别觉得老年同志 需要大家的注意 是因为 通常正常一般情况下 同志不会有 比较 几率比较不会有小孩啦 所以可能会有独老的问题 对对对对 可是随着社会演进 我们也发现很多 一心灵也不婚不生嘛 所以这变成大家一起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我很推荐大家去买那个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卖 因为我之前有得到一本 就是那个彩虹寿年巴士 是热线出的书 就专门在讲老年同志的 嗯 然后还有一本是阿嬷的女朋友 那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么多 还是想要跟大家讲说 他们的募款的活动已经要展开 然后募款活动真的非常精彩 他们每年一次 那今年会在 那是一般的晚会 对就是募款晚会 对对对 那今年的话在新北的 8月17号在新北 那8月31日在高雄 如果有想要有兴趣的伙伴 都可以上同志咨询热线的网站去看看 那如果没有办法到场的 也欢迎线上捐款给他们 我觉得他们 大家可以选那个定期捐款 其实我刚才去看他们捐款的页面 我觉得很感人 他跟你说 你每个月定期300块的话 就是让你每个月维持热线的电话 或是网路乘通 500块的话是陪伴一个跨性别的朋友 认识自己 1000块是陪伴一个贵中同志 不再孤单 1500是协助一对家长 靠近同志的子女 你2000块的话 就是可以支持一群同志 青少年好好长大 我有朋友之前出柜 家里不接受 然后他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叫他 打给热线 因为我叫他 我好像是想办法 让他家人得到 得知热线有这个服务 然后最后他爸爸还是妈妈有 有真的有去寻求这个服务 哦对 因为我之前会去参加他们一些小组的工作会 不算有持续在参加 但是就是去观摩 然后他们就是会提到说 呃 这一些家长真的是会很无助 就他们可能他们是异性恋嘛 他不一定是反对 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情况 或是也不知道怎么跟同志小孩相处 我觉得甚至是他可能会不知道说 他的小孩未来要怎么办 很多是担心 他其实不晓得 他的小孩未来要面对什么 所以就透过热线的帮助 然后就是陪他们一起去面对这样 所以不只是同志 也包括你同志的朋友 还有同志的家人 热线都是 我觉得他们的网站算蛮完整的 所以有兴趣的伙伴 都可以上网站去看看 我们是不是可以分享在我们 我们少分享一个 他们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面 面相是在做艾滋的工作 对 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相关的工作 就是去污名化 或是预防啊 这些 真的 我觉得热线算是我性别的起点 性别运动的起点 也是我的 对 而且我必须说热线里面人 其实没有很多 就是我们刚才李命中中讲了 好多好多工作的 业务 业务 但是其实他们人没有很多 因为真的是 资源一直越来越不够 我的发票都会捐给热线 因为他们的那个捐赠码很好寄 就0609 那你有不小心丢过青少年春节协会 有 好就是大家支持他 大家春起来 好了让CD去睡 让她去睡 对 好累喔 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子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热线 然后也要支持林玉婷 也预祝今年热线的晚会可以成功 好OK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